大家看我的影片都知道我是一個Leica的愛好者 作為一個Leica的愛好者 又如何去看這部 又不是Full Frame 又不是Leica的Fujifilm X100 Mark VI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次回到我們這個節目 Fujifilm剛剛宣布了他們X系列的一部新機 就是X100 Mark VI X100 Mark V在市場上已經推出了三年 但這部是屬於Fujifilm的人氣機種 雖然推出了三年 但仍然是一機難求的 今次很高興得到Fujifilm的邀請 我小弟可以提前 在他正式宣布的時候試一試他們的工程機 我就拿著這部工程機玩了一個星期 體驗一下這部Fujifilm X100 Mark VI 我對上一次用Fujifilm camera的時候 已經是很多年之前的中蝙蝠相機 當時我很喜歡很喜歡一部Fujifilm的相機 叫做GF670 它是一部封琴的摺機的中片蝠相機 第一它輕巧 第二它可以有中片蝠 即是高幼細 即是大片蝠一點 它的Fujifilm是一同十六張 拍出來的東西 永遠沒有得拖 好像我用一部Leica M7 不過那個Fujifilm就比Leica M7 即是135Fujifilm大很多 拍出來的東西是超級漂亮的 之後我轉回用數碼 一系列的相機 就丟下了沒有再用Fujifilm的相機了 今次很幸運 即是受到廠方的邀請 可以試玩這部相機 坦白說 即是一拿上手 或者未試 我知道有機會試的時候 我的腦已經在想 究竟它一部自動對焦相機 跟我用開Leica 一部自動對焦相機 好像Q系列那樣 那個感覺的比較是怎樣 即是大家都知道 我有Q用開 那我拿著這部工程機 就玩了一個星期左右 那個感覺都挺好的 第一它輕 它外形很帥仔 一點都不差 喜歡拿它來襯衣的 朋友沒得輸 那對於我們用開Leica的朋友 全手動的相機 它手動光圈 手動快門 手動菲林速度 ISO 曝光補償都是全手動 所以對於我來說 很快可以習慣得到 還有它有一件事 是唯一它富士最大的賣點 相信就是 最多人喜歡它的菲林模式 它有齊齊我以前 喜歡用過的富士菲林 的film profile都在那裡 那些 Provia Viala Extra Agros 即是 副片 正片 黑白 這些film profile全部都有在那裡 所以 如果想 snapshot point and shoot 街拍 拍攝 拍攝食物 即是完全用完這些film profile 方便程度是很高的 方便程度是很高的 在那裡 可以看 很高的 那些爽 讓我看 在那裡 然後 在那裡 可以看 可以看 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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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